这群熊孩子太调皮了 他们把弟弟放进锅里 要把他煮了吃了 吓得保姆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逃跑 这下孩子们的轨迹得逞了 原来这一出恶作剧是为了吓走保姆 这一次孩子们又刷新了记录 只用了三天八个小时 爸爸被气疯了 赶紧来到保姆中心 再聘请一位保姆 结果 看见爸爸一来 他们立刻打烊了 全阵的保姆都不敢伺候他们家那些 让人闻风丧胆的熊孩子 气走了保姆 孩子们开始对厨师大婶展开攻击 孩子们将厨师五花大绑 厨房被他们搅和的一片狼藉 他们把袜子放进面包团里搅碎 用人体炸弹把餐具砸得稀碎 没人能管得了他们突然 爸爸有些疑惑 但总算有人能管管孩子们了 麦克菲静止走向厨房 看到了这群无法无天的孩子 孩子们对着新面孔发起语言挑衅 但他们的破坏却并未停止 麦克菲让他们收拾好厨房的东西 上完睡觉 他们完全置入望闻 这时麦克菲拿出了他的拐杖 然后 孩子们的动作瞬间加速 而且他们根本无法控制自己 货物被不停的送上人体炸弹 如果他们不停下 熟睡的婴儿就会被弹射到热汤里 迫于无奈 老大只好救救麦克菲让这一切停下来 突然 一切都回归了瓶颈 厨房的物件都回归了原位 孩子们被吓坏了 立马乖乖的回房间睡觉 麦克菲就是拥有神奇魔法的女巫 她的到来给了孩子们一个下马威 纷纷在她的震慑下躺下睡觉了 但孩子们也没那么容易对付 他们很快商量出对策 决定集体装病 用蜡笔在脸上涂出红点 告诉麦克菲 他们生病了 需要在床上躺一天 这时麦克菲悄了敲拐杖 孩子们被黏在床上无法动弹 为了给孩子们治病 麦克菲拿出他的特制药 将可以流动的浓稠液体 喂进了老大的嘴里 生病的孩子不吃药是不会好的 这个保姆从垃圾桶里当出果皮 一锅炖了 给熊孩子们做早餐 孩子们根本无法瞎眼 但这一切都在麦克菲的掌控之中 熊孩子们无力反抗 只好变得听话 有礼貌的孩子们 让爸爸都有些不适应 但他这时却开心不起来 因为贵族姑妈向他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一个月内没有娶妻 姑妈就会停止对他们的资助 自从妻子去世后 他独自一人抚养这七个孩子 但他的工资远远不够 都是靠姑妈接济 如果不完成姑妈的要求 孩子们就要露宿街头了 这天爸爸告诉孩子们 姑妈即将到访 让他们穿上漂亮的衣服迎接 但熊孩子们并不打算配合 偷听到姑妈这次到来 是要带走他们其中的一个小孩 他们立马想出了新对策 把漂亮衣服穿在动物身上 给猪化上漂亮的妆 孩子们又偷来 姑妈的帽子戴在了驴头上 被打扮好的驴挣脱了绳子 误打误撞跑到了姑妈面前 姑妈看见自己的帽子 在一头驴头上 非常生气 这时麦克菲悄悄拐杖 驴瞬间被施了魔法 如此曼妙的舞姿 就是她了 麦克菲暂时用魔法互动了过去 但最终姑妈还是会带走一个人 麦克菲让老大做出决定 最后他们把女佣小妹 送上了姑妈的车 让她拥有了学习的机会 虽然领养的事情解决了 但找老婆的事却还没搞定 全村上下只剩一个单身寡妇 为了保住房子 爸爸豁了出去 开始了与金发姐的相亲 但孩子们却不能坐以待毙 金发姐拿起宽三明治 却被发现里面被熊孩子 夹了软体动物 然后 这味道简直无法想象啊 给爸爸都给看恶心了 立马给金发姐倒杯水喝 结果 一时青蛙从水壶里跳出来 金发姐完全没看见 爸爸立马抢错了杯子 这时 一只铁桥晕着一大块果冻 听到了金发姐头上 突然 爸爸将金发姐扑倒 为了让她躲避果冻 结果被金发姐误会 误以为她已经急不可耐 为了保住自己黄花大闺女的名声 她立马逃走了 爸爸非常丧气 这唯一的单身贵族也跑了 她不得不向孩子们说出实情 给他们娶候吗 是为了留下房子 不然他们都会被关去工厂福利院 熊孩子明白了爸爸的苦心 第二天 找个金发姐道歉 这些都不重要 好在金发姐看出了他们有钱的姑妈 立马答应嫁给爸爸 婚礼很快到来 姑妈还带着养女小美参加婚礼 仪式进行中 老大这时灵机一动 又想出一招 他们制造假象 让大家误以为 现场有很多蜜蜂 都开始站起来打蜜蜂 突然 牧师将蛋糕砸到了新娘身上 她非常生气 立马拿起一块蛋糕扔回去 结果 姑妈彻底被惹怒了 婚礼现场顿时陷入了混乱 姑妈非常反对这门亲事 刚上的金发姐赶走了 婚礼现场没有了新娘 爸爸的任务即将面临着失败 这时 老大找出了一位现成的新娘 一直默默喜欢爸爸的小美 麦克菲再次悄了悄拐杖 突然 一场大雪覆盖大地 小美拼上了雪白的婚纱和头纱 缓缓地走向她的新郎 这一次 熊孩子们不再反对 因为他们又多了一个爱他们的人 时间的相处 她让孩子们成长懂事 学会了理解和爱 于是她功成身退 剩下的幸福与烦恼 就留给他们自己体会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